八神为何会与大蛇长得一模一样? 动漫史上最强boss大蛇复活了 除了发型,他的眼神、五官、气场都与八神极度相似 八神难道真的是大蛇的儿子吗? 早在人类出现之前,甚至地球诞生之前 大蛇已经存在,他是一切邪恶的化身 比此季更加深沉的静,静得可怕 大蛇目光深邃,扫持着场内一众格斗家 忽然,神乐千刻好像听到了他的声音 大蛇竟能使用意念对话 不要反抗,不要用人类的思维来揣测我 没用的,我大蛇就是真神 草地经八神震撼难平,神乐千刻沉默良久 轻面一笑 神?太可笑了,你只是一句充满怨念的邪恶游魂而已 怎配得上令人敬畏全能的真神 大蛇的意念传意,听不出他任何情绪 这是麻木的叙述 自人类创世以来,他一直默默守护 从不干涉,但人类的欲望已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过分的人口巨增,贪婪的掠夺资源 永无止境的战争 人性的仇恶污染着这个世界 想要令世界恢复旧观 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一切尽归于无 人类必须要全部消灭干净 我已觉醒,世界已被八神的八九杯停顿 一切已成定局 你们将是见证者 随后便会跟随所有的人类在宇宙中彻底消失 草体精历生反驳 血恶的游魂,你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己私欲 自我虚构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你再次封印 我草体精有能力破了八九杯的空间封锁 精的自信深深刺激着八神的神经 他并未发作,思索着自己的立场与角色 草体精终身烈火爆发 一招暗炎射向大蛇而去 天杀的魔鬼,给我消失吧 这一招,大蛇太熟悉了 1800年前,他曾无数次亲身感受 火焰瞬间到了身前 他只是头部微微一扬 暗炎的烈火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一丝痕迹 八神经差万分 适才大蛇的招式正是运用了时间停顿的奥义 只是,他是如何将火焰转移到草体精的身上的呢 这看不见,摸不到毫无预兆的攻击,如何抵挡 天空中电光闪闪,数道闪电从天而降 速度恐怖,一道快过一道 草体精在闪电中来回穿梭 要接近大蛇的身前,紧身肉搏 八神处理不动,闪电并未对他发动攻势 神乐则是勉强躲避,极是狼狈 草体精终是到了身前 攻妖,聚火,出拳,一招都要,扫向了大蛇面门 一道围电,暴击在右拳之上 草体精硬身扛住,催动意志 竟将雷电连同自己的赤火融合 全部轰入了大蛇的胸口 这无比强劲,雷火交加的混合伤害 大蛇如何抵挡呢 怪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草体精惊恐的发现,拳洞上的雷电不见了 就连自己自带的火焰也被熄灭 力量在一瞬间全部消失 大蛇终于正式出手了 一团灰色的光球在掌心出现 点向了草体精的额头 速度不快,可草体精却如被定身了一般 一动不动,任由光球将全身笼罩 这并非是简单的超能力 而是将空间直接崩裂产生的杀伤力 草体精全身鲜血狂射 惨不忍睹 草体精,空间本身就是真实存在的尸体 而我便拥有操控空间的力量 去死吧 眼见草体精即将全身暴力而死 神乐千鹤猛然跃上,冲向大蛇而去 以他的能力,怎可能与大蛇正面对碰 草体精大声提醒,让他不可贸然送死 这招究极力量40%的神助助词 虽是到了大蛇的身前 但与草体精一样,也是被一股无形力量化解 全无作用 神乐并不惊慌,轻声默念 姐姐,出来吧,是该你上场了 一道灰影从他身上浮现 美白,我来助你 神乐千鹤的轮生姐姐,早年间死于高尼茨之手 肉身虽然毁灭,灵魂从未消散,一直残存在妹妹的体内 她的死亡只是形势 上天注定姐妹二人将永不分开 神乐的姐姐一直在守护妹妹,并答应神乐 一旦大蛇真正的觉醒 她一定会再次现身,相助妹妹应敌 也不知是姐妹二人谁的攻势 这击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肘鸡轰在了大蛇的胸口 肘鸡就如地震,破开了胸膛 神乐千鹤,趁时将全部力量猛烈灌入体内 神经百战的草地精怎会错过如此良机 数不清的拳影,数不清的毒药连续暴击在大蛇的后背 鲜血拳勇般在大蛇背部包射 原来这就是痛楚的感觉,实在令人讨厌 狭光万丈,但秒钟过后 大蛇破烂不堪的身体全部恢复如常 神卒的不死之身,威力实在惊人 一直在旁默默观战的八神全身一震 她听到了大蛇的召唤 儿子,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进行我们最后的程序吧 八神愣在当场,红色的头发完全遮住了双眼 猛人间爆发了一阵歇斯低里的狂笑 笑声声中天气,放荡鬼妹 儿子,你竟叫我儿子 出身三大家族之一的八神,竟然真的是大蛇的儿子 面对大蛇的相认,八神狂笑不至,管你什么天国神族 写之契约,我八神安就是八神安,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大蛇的灵魂传意,听不出他任何情绪变化 只是麻木平淡地讲述事实 八神,事实就是事实,你的确是我的儿子 你可曾想过,若是你自己,不是八神安呢 好好回忆一下你七岁前的记忆 现在,我就帮你把记忆唤醒 随着大蛇大手探出,一道无心的力量射入了八神体内 一片虚幻中,他仿佛看到了又同时的自己 八神从小就背负了父亲的全部希望 八神愣一直怕儿子能报了家族六百来年的仇恨 他亲自知道,对儿子无比严厉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成长 八神的童年悲惨可想而知 他对力量全无兴趣,也没有天赋 苦练到七岁,仍是无法释放紫燕 可仇人草地家族却出了一名绝世气惨 与八神年纪相仿的草地精 刚满七岁就能打出家族绝技,打蛇体 复仇勿望,八神愿心灰意冷 声动之下将一切怪罪于儿子 唯一的儿子竟是个废物,留他何用 与其让他日后败给草地精丢进八神家族的脸面 不如提前将他毁灭 八神泪流满面,自己辜负了父亲的期望 无法继承家族荣光,甘愿以死 镜头拉回现实,记起了一切的八神全身颤抖 无法接受自己,竟是被父亲杀害的事实 大蛇空灵的声音再次传来 八神,你早已彻底死掉 你的生命,你的灵魂,都是我的赐予 八神心中狂跳,仿佛与大蛇产生了共鸣 这种共鸣让他再度陷入了回忆 那是自己七岁前唯一的记忆 一个月圆之夜,他从墓地中觉醒,回到了父亲身边 八神越见儿子气场大变 从一个废物蜕变为杀气腾腾的天才 大喜国王,也不管他是如何死而复生 三年后,草梯列归隐富士山 草梯家族的家主之位传给了草梯柴州 自认时机成熟的八神越写着儿子前往复仇 却死在了柴州的大蛇蜕之下 八神安的母亲也成了家族溯源的牺牲篇 被母亲鲜血染红头发的八神正是继承了父亲遗志 苦恋力量与草梯精开始了一生争斗 真相大白,真正的八神早已死去 现在的八神只是大蛇灵魂的一部分 他的确是天国神族的皇子 大蛇的儿子 震惊的不止八神,还有草梯精 望着眼前的宿敌竟泛起了一份陌生感 神乐千鹤则是心中坠坠不安 得知了身世的八神究竟会站在哪一边呢 大蛇扬起双臂,欢迎八神的回归 儿子,世界归于无之后 我也会消失 你就是我的言婿 将成为唯一存在的新世界的真神 回归我的怀抱吧 来创造一个完美无缺的新世界 八神紧闭双目,一直保持沉默 没人知道他心中的想法 场内所有格斗家的性命 整个世界的存亡 人类的命运全都决定在他的身上 沉重的气氛中 八神再度爆出了狂笑 笑声直击每个人的内心 大蛇也是猜测不出他的真实想法 是为了自己即将成为新世界的霸主而笑 还是他在嘲笑自己的计划 大蛇,拥有一百五十亿年累积的智慧 你他妈竟然这么幼稚 你将我救活 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年 那就是你最大的错误 我八神岸成长于八神家族 我的意志,我的灵魂早就只属于我自己 我就是喜欢充满仇恨,邪恶的世界 你所谓的完美世界 我没有半点兴趣 面对八神的回应 平静如水的大蛇 面上竟出现了一丝怒意 那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八神缓缓走到大蛇身前 淡淡怪笑 大蛇 你慷慨付出了灵魂 让我重生 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但我八神的命运 只会由自己操控 所以 你还是他妈去死吧 他手中磁火猛然暴增 挥向大蛇而去 大蛇指尖听点 一道气墙将八神共事割荡 儿子 你太令我失望了 你的一切都是我赐予的 失问 你又怎可能伤得了我 你的错误不可原谅 我要收回你的灵魂 空间再次在大蛇手中爆裂 连八神的紫火也难逃破碎的命运 大蛇的右手迅速插住了八神的胸口 没有流血 没有痛苦 八神的意识 只绝一只手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自己的一切连着灵魂全部被大蛇抽走 他仿佛听到了生命逝去的声音 这一刻的八神已成了全无生气的躯壳 眼睁睁的看着大蛇手中 从自己体内去出的光球 光球之内 自己痛苦挣扎的惨状 清晰可见 那就是他的灵魂 曾经被大蛇赐予的灵魂 儿子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既成我的遗志 还是就这样彻底死去 去你妈的 八神的一声怒骂证明了他的决心 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仍是选择了尊严 大蛇一声轻叹 大手紧往发力 不懂珍惜的人 不配再活下去了 就在他即将捏爆灵魂的瞬间 一吞烈火从身后袭来 轰击在右手之上 是草地精 他来相救八神了 是草地精